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苦瓜这种做法,我家老奶奶每天都要坚持吃苦瓜 老了老了,身体强壮硬朗,吃得好睡得香 跟着视频了解一下这多的方法,相信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先来准备两颗新鲜的苦瓜 夏天这个季节,苦瓜的口感清脆爽口又多吃 无论怎么吃都很好吃的,苦瓜的营养很丰富 它的营养价值高于它的瓜果蔬菜 苦瓜是食用蔬菜,我们可以多吃饮咸 夏天天气很热的,冰雪又烦躁 我们可以吃苦瓜,降火,降灶,真的是很不错的 苦瓜放入大盆中,方便清洗 加入清水 再撒入一点食用盐 我们用盐水,把苦瓜浸泡10分钟 时间到,再来搓一搓苦瓜皮 食用盐能够杀菌消毒 这样洗锅之后的苦瓜表皮去从一点脏风血细菌 起得干净,吃得更放心感 来回的搓一搓 我们把苦瓜对半切开 再把苦瓜从中间对半切开 用一个小勺子,把苦瓜这个籽全部都要去除 这个籽特别的苦的,一定不可以食用 接下来,再用勺子,把苦瓜这个精膜白色的,全部都要刮干净 这也是苦瓜的苦来源 像这样来回的使劲的,像这样刮 能够去除很多的苦瓜,能够去除很多的苦味 刮好的苦瓜像这样,特别的透彻,没有筋膜 我们把苦瓜改刀,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苦瓜条放入盘中 我们加一勺食用盐 用筷子搅动搅动 把苦瓜,我们用盐腌10分钟 这样能够去除苦味 苦瓜吃起来不那么的苦 并且口感更加的脆爽 真的是很好吃 食盐搅拌融化 放到一旁 我们先腌着 准备一把木耳 来点面粉 再加入温水 我们抓一抓 把木耳浸泡一会儿 大概泡10分钟 准备一颗洋葱 先把这种外皮去除 洋葱 营养的比较全面的 并且我们吃的时候 无论是生吃 还是直接炒着吃 都不错的 口感脆爽 营养丰富 夏季不想吃饭的时候 也可以当做两拌菜吃 先把洋葱的根地 我们去除 再把洋葱对半切开 切洋葱的时候 是比较拉眼睛的 教你一个小方法 把洋葱的切口处 涂上一点 其用盐 这样搓一搓 大约搓10秒左右 再过来切洋葱就可以 我们来试一试 这样切洋葱 无论切多少都不拉眼睛 因为食用盐能够去除一点 辣的味道 所以我们切洋葱 需要涂一点盐就可以 再过来抖一抖 把洋葱丝抖散 洋葱只需要用到半壳 不要太多 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颗鸡蛋 加入一点清水 用手搓一搓 把鸡蛋洗干净 鸡蛋表皮会有粪便 细菌 来一点盐 盐能够减脏到杀菌消毒 去除异味 去除细菌 张起的鸡蛋外壳很干净 打鸡蛋的时候不用担心 蛋黄会粘到一些细菌 洗好的鸡蛋打入碗中 我们先把蛋黄除破 再用筷子搅一搅 鸡蛋液 鸡蛋混合到一起 一定要迅速地搅动 多打一会儿 鸡蛋中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养养价值特别的多 所以平日里面 每天都要吃一刀两颗鸡蛋 可以补养养 补充能量 木耳泡好了 可以看得出来 泡泡的木耳是很大的 因为用温水泡的 温水泡发 泡泡的更快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作用的 可以把木耳沟河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 张写的木耳是比较干净 十分钟过去了 苦瓜已经淹出了水分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水比较多大 这都是苦耳的来源 一定要去除 水煮开 我们倒入苦瓜 焯水三分钟 把苦瓜煮熟 我们把木耳倒入锅中焯水 焯水三分钟 煮熟就可以 苦瓜倒入大盆中 木耳加进来 再把鸡蛋 倒入大盆中 加入洋葱丝 插冷料汁加进来 我们搅动搅动 搅均匀 这样两半太多好了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给大家更新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事情 麻烦你动个拍下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 终于来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清脆爽口的凉拌苦瓜做好了 哇好鲜美呀 真的是很香呐 夏天这个季节 天气很热 又闷 不想吃饭 那么就是这个凉拌苦瓜 又脆 又脆又香又入味 超级的香呐 哇太有食欲了吧 瓜经常这样吃 身体全壮 吃的好睡的香 整个人特别的有精神 又香又美味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做一下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专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